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正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元朗的的士命案 據報曾經接載疑犯的的士司機接反座查 就形容殺人的女子在殺人過後的情緒是怎樣的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各大最新消息 據報近年那些詐騙短訊越來越厲害 基本上無日無知 最新通訊版有新的安排 有好幾間電訊商有機會用一個井字頭的號碼發短訊 相關的改變何時會開始做的和各位一齊了解 對詐騙短訊來說不知道這個做法能夠幫助到有幾多 和各位一齊講講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正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元朗的士命案 曾經接載疑犯的的士司機就說 兩名女子有走意 拒絕和死者同車 也形容對方行空過後若無其事 報導的內文提到元朗凌晨發生謀殺案 48歲姓莫的男子 在元朗水邊圍村一格的新街的士之上 與人因感情問題爭執被利器刺傷身亡 警方其後在天水圍天程村閃電 拘捕兩名36和37歲的涉案女子 涉嫌謀殺和協助罪犯 據悉曾經接載兩名女兒犯 離開現場的的士司機就說 兩個女子講普通話 曾經拒絕被男死者上同一輛的士 各人都有罪意 其後他們扔下姓莫的男子 轉乘他那輛的士走 若無其事毫不察覺已經發生命案 警方說被捕兩名女子 分別姓樓36歲和姓林37歲 據聲兩個人都是天程村的街坊 姓樓的女子涉嫌謀殺 報稱家庭主婦 今天是她的生日 另外姓林的女子就涉嫌協助罪犯 報稱無業的 姓謝的的士司機就表示 聽新聞先知道發生命案 事後主動返回現場水邊圍村 協助警方調查的 姓謝的司機就說 當時她的士在媽廟路的的士站等客 排第二位 見到兩名女子同死者 先後來到的士站就說 他們在附近酒吧玩完幾個人都有些罪意的 三個人分開走 站在前面的車傾了一陣 不是很想讓男人上車 姓謝的司機又說 男人不是和他們一起搭車的 是和他們聊天 聊了兩句 跟著上車 上了車但衣服不了門 跟著就不知什麼事 在車廂推了幾下 不知什麼事 應該由真執 兩個女子就在右邊下車 然後再上了姓謝的司機那格的士 最多以為不載她 姓謝的司機就說 兩名女子說普通話 不知道對話內容 但形容他們很鎮定 姓謝的司機就說 說真的 你捅完人一刀應該很害怕的 但他們若無其事 最後他們在天晴村尾心 對開落車 姓謝的司機坦然 看新聞 才知道這麼大件事 說有刀 最多以為他們喊吵架而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真的挺可怕的 據報當時 只不過三個人 是剛剛在酒吧 消遣完 然後兩女一男上前面的士 其後有一些爭執 沒多久 兩個女子右邊車門下車 下車過後 就上了這個司機 那格的士去天晴村 據報兩個女子都是說普通話 未知是哪裏的人 另邊相原來 前面的士已經發生命案 這個男子當時 已經被人刺了好幾刀 最終宋怨不至 看來案情相當複雜 還要有待 進一步的資料披露 才知道 行空動機 另外也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短訊 發送人登記制度 12月28日實施 首批的23間電訊商 會以井號做開頭來發短訊 報導的內容提到 詐騙短訊頻頻就出現 既滋擾也都可能令到市民蒙受金融損失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今天宣布 將會在下降星期四 12月28日開始 在電訊業實施短訊發送人登記制度 以協助市民識別短訊發送人的身份 新制度之下 以獲認證的發送人 會以井號開頭的名稱發短訊 首批已經有23間主要電訊服務供應商參與 但因為推行和更新是需要時間的 初期可能仍然有一些沒有井字的短訊發出 估計整個過程需要四個月時間過渡 首批的登記例子包括例如中國移動 香港有限公司會用井CMHK 例如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會用井1010 或者井CSL 通訊辦就說 市民的手機無需做任何設定 或者下載任何應用程式 已經可以看到短訊前面有沒有井這個符號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個詐騙短訊說 無日無知無停國 令B商通訊事務管理局今天宣布終於有些行動 就說接下來若然是真正的電訊商發短訊給你的話 電訊商的Number前面會有井號的意思 例如說CSL就會有井CSL 又或者井1010 和記就是井3HK 簡單來說就有井字行頭 不過這個在12月28日 即下星期四開始實施 但不代表立即有 據了解過渡期都要用四個月時間 令B商究竟到期時對防範這些詐騙短訊有多大的作用呢 除了認住井字之外 又不知那些騙徒有沒有方法可以裝得好似的 沒有記錯年頭的時間做那個的實名制 開頭都以為實名制過後應該就沒有這麼多詐騙電話 誰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KK那些園區多厲害 每天現在我們收四五個都不得的詐騙電話 這次又有新搞作 就說電訊商如果是獲得認證的話 前面會有個井號提示大家我才是真確的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另外也講講經濟情況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話說有一間茶飲店 叫珍珠丹是全線倒閉的 台灣黑糖珍珠鮮奶專門店宣布撤出香港 網友就說最好喝已經是這一間 都做不住嗎 報導的內文提到 珍珠丹就說宣布撤出香港 這一間來自台灣的首饒茶飲品牌 在2018年 盛著黑糖珍珠鮮奶 在香港爆紅的 進軍香港市場 一年開設多間分店 可惜隨著熱潮冷卻 近日香港代理在社交平台 宣布因為代理權完結 將會結束香港分店的業務 令到不少網友都大感不捨 話說台式茶飲品牌珍珠丹 日前在社交平台宣布 因為香港代理權正式完結 表示多謝大家五年以來的支持 後會有期的 不少網友看到消息都對店家撤出香港感到錯惡 並留言讚店家出品 就是說最好喝果乾都做不住 就是這樣 話說這間珍珠丹 就在2010年 在台灣士林起家 在當地擁有超過20間分店 主打黑糖珍珠鮮奶 2018年進駐香港 在銅鑼灣開設首間分店 經營五年 後悲再度 倒閉叫人軟息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最好喝果乾的茶飲店都做不住 即是說網友的評論 另一箱就是那個黑糖珍珠鮮奶 2018年公港 當時一時無論 要喝都要排大隊 但結果都是做不住 並且同時宣布會撤出香港 不少網友大感不捨 當然這個都或多或少顯示香港的經濟狀況 未來的聖誕 零售業全叫救命 雖然今年聖誕的成績都不太好的話 基本上整年都沒有好過 現在大家已經磨拳賊掌 打算不上去深圳消費 投奔這個大灣區 反觀香港的零售市道 好像是越來越蕭條 我是曠整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拜拜